大家好 我們邀請到玉成高中第二帥的 也最資深的馬正三老師 我們有一些問題想要請大家 請問這些年對學校裡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謝謝 我覺得我們這幾年大家都被疫情跟手機綁架 太多太多的時間了 我們認識彼此 像你們這一屆 我們認識彼此就只有 一年多的時間 剩下的都是口蛋的口罩 請教您我們學生們的啟發 其實我覺得從我們大家跟老師跟學生互動裡面 我這幾年很認真的覺得說 感受到在每一個當下 我們 包括老師跟你們 我們都很容易浪費跟耗資料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學到就是第一個要珍惜當下 第二個要留下價值 盡可能讓當下都留下價值 第三個就是跟你們之間 我要減少代購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老師平常喜歡聽的歌嗎 因為我上課會講歌啦 所以我最近比較常聽的是 血肉的關閉太陽 然後還有是那個 好樂團的我們一樣可惜 那還有最近實施啦 海闊天空 那個 比漢的海闊天空 然後柯拉奇的 萬千華倫慈母悲哀 然後咖咪碧的詩喬 還有他的 Love Myself 這首歌也很棒 然後在中島美加的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百了 大概很大概就想了 馬德山老師是很會 很懂冰哥 然後我們第四個請教應該是 求學中的小故事 求學中小故事 其實應該這麼講喔 我覺得 如果是我的學生 應該聽我講過太多的回憶 太多古早的故事了 那我覺得夠了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好好去珍惜的 我這種老人家 算不算 聽夠多了 都是歷史 確實 那 再來想請教 對我們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們 有什麼建議 再問一下 是大學喔 我想講的是說 我們活夢 大家請一起來 做一個溫暖 善良 能夠讓我們這塊土地 更美好的人 一起加油 那之後 送給畢業生的一句話 是什麼 畢業生 祝福大家 很多時候啊 一轉身就是一輩子 不然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子 所以 請大家一定要珍惜身邊的人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 記得去和解 然後我還有一個 感受很深刻的話是 就是 時間花在哪邊 成就就在哪邊 那祝福所有的同學 這幾年來 我們被疫情 被 手機 綁架太多時間 所以 只能去開創自己的成就 祝福大家 謝謝老師 相信大家都耳如木耳 這就是馬登山老師的採訪 謝謝大家